生意失败的父亲正在带着两个女儿跑路 三岁的大女儿安妮提醒父亲开得太快了 焦躁的父亲呵斥她闭嘴 然后车子失去了控制 冲进了路沟里 幸好没有大碍 父亲也只是受了轻伤 他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小木屋并走了进去 木屋里 绝望的父亲想杀了两个女儿后再自杀 正当她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团黑色的东西缠住了她 女儿是惊视眼 回头只看到父亲飘走消失了 晚上 她无助地抱着妹妹莉莉坐在壁炉旁 旁边黑暗里开始传来响声 然后一颗樱桃滚了出来 一晃五年过去了 但卡洛斯从没放弃寻找自己的哥哥和两个侄女的下落 这天 两个猎人在树林发现了小木屋 他们走进去 发现了堆成小山的樱桃河 然后就看到了两个上窜下跳向水猴子的生物 其实就是安妮和莉莉 俩孩子被带回了文明世界 叔叔卡洛斯激动地来和孩子相认 安妮毕竟还有残留的回忆 她上前拥抱卡洛斯 喊她爸爸 卡洛斯和哥哥长得很像 这让卡洛斯很是伤感 莉莉那时候太小 所以现在完全无法适应文明社会 医生通过催眠安妮 问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五年来 他们一直被一个鬼妈抚养 1887年 本地精神病院剥夺了一个女病人的抚养权 这女病人冲进去夺回了自己的孩子 还杀了一名工作人员 她抱着孩子逃跑 后面很多人追她 她逃到一个悬崖边 退无可退 抱着孩子 决然地跳了下去 中间被一个树枝拦了一下 只有她自己掉进了水里 然后一直寻找孩子的她 在小木屋救下了安妮 成了安妮和莉莉的鬼妈 震惊的医生隐瞒了这个发现 自己偷偷调查 找到了当年的卷宗 甚至还找到了鬼妈当年那个小孩的遗骨 就装在一个小盒里 原来孩子挂在了牙壁的树枝上夭折了 卡洛斯把两个女孩带回家后 开始惯事频发 晚上女友梅根正准备和卡洛斯休息的时候 看到门口有个人影 受到惊吓的她让卡洛斯出去查看 卡洛斯转了一圈没发现人 但这时她发现 本来好好的墙上出现了一个黑洞 她走近想仔细看看怎么回事 洞里忽然伸出几个爪子 然后一团东西冲了出来 卡洛斯被推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梅根把她送到了医院 卡洛斯持续昏迷 梅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回到家里接着照看两个孩子 一天 梅根听到莉莉在房间大声玩闹 她过去想看看 身后安妮出现并叫住了她说 狗在下面拆沙发 房子里现在就他们三个 你们可以想下莉莉和谁在玩 正在收拾东西的梅根 听到这边房子里又发出奇怪的声音 她走过来查看 总感觉不对劲的梅根想找安妮聊聊 安妮却说她不应该这么好 这样会让鬼妈嫉妒的 梅根一直以为 鬼妈是孩子受创伤幻想出来的 这天 梅根进屋收拾东西 被角落的东西吓了一跳 她以为莉莉又在披着床单玩 说了莉莉几句 谁知这时候楼下安妮喊她做饭 因为莉莉在旁边喊了 梅根撞着胆子打开衣柜 但她并没找到里面有人 只看到了墙上出现了一个黑洞 这时候安妮又出现在身后喊住了梅根 梅根没发现什么 就关上了柜门 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梅根决定找安妮的医生咨询下 但医生一直不在 心急的她偷偷拿走了医生的电脑 和装有鬼妈孩子的指头 另一边 医院里昏迷的卡洛斯忽然醒来 旁边居然出现了她已死的哥哥 哥哥开口说 让她救救自己的两个女 梅根在家翻看医生的电脑 明白了鬼妈真的存在 而且也知道了鬼妈的身世 安妮在门口看到了这一切 她扭头看妹妹莉莉 莉莉却看着另一个房间一动不动 她过去想喊莉莉 却看到了鬼妈 看到鬼妈又现身 安妮喊莉莉快走 莉莉倒是很开心 鬼妈却忽然扑了过来 吓得她俩尖叫着开始逃跑 梅根听到动静 也跑过来看了 怎么回事 顺着孩子的目光 她这次也看到了墙上的鬼妈 吓得他们再次逃跑 梅根不小心摔倒 鬼妈上去咬住了她 就在梅根要失去生命力的时候 安妮喊住了鬼妈 她希望鬼妈不要再残害生灵 等梅根醒来的时候 家里已经不见孩子的踪影 她猜到鬼妈大概会去的地方 带上了鬼妈孩子的遗骨就出发了 半路 她还烧上了卡洛斯 卡洛斯现在也已经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来到了鬼妈当年 跳崖的地方 两个孩子果然在这里 鬼妈张开手臂吸引他们 莉莉开心地走了过去 赶到的卡洛斯扑过去 拉住了莉莉 梅根拿出了鬼妈孩子的遗骨 鬼妈被吸引过来 她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 虽然只是一堆尸骨 但鬼妈已经寻找了一百多年 现在 她终于了却了怨念 谁知 这时候 莉莉喊了一声妈妈 就是这声妈妈 让鬼妈重新想起了 她养了五年的安妮和莉莉 她甩掉了怀里的尸骨 重新扑了过来 瞬间就干翻了卡洛斯和梅根 她拖着两个孩子 往牙边走去 重伤的梅根 却爬着拉住了安妮的衣服 鬼妈把她一次次摁倒 她都会爬起来 死死拉住安妮的衣服 安妮哭着松开了鬼妈的手 鬼妈明白了安妮的选择 她只抱着莉莉 飞到了半空中 然后整个坠下了悬崖 在鬼妈怀里的莉莉 终于露出了笑容 接着她们撞到了牙壁上的树枝 化作了飞舞的彩蝶 影片结束 其实最后莉莉的选择 也是情理之中 她从一岁起就被鬼妈抚养 这个年龄养大的 肯定会感觉鬼妈像亲妈一样 好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